好了,又到鋁上南下了,大塊石在這裏 方文 Hello,大家好 還有我自己介紹,這次的大替工石先生 石先生很明顯就是 搶拾,出關 小黑咪,因為他最近很忙 真的很忙 他又過了大陸工作了 他經常上大陸,沒有什麼時間抽出來 我想我們也希望黑咪他,可以儘快再重頭我們女上男下的懷抱 可能他一次的經歷,或者工作關係 下次有更多事情告訴我們 是啊,現在反而變成,我們經常找石先生上來 就變成男上女下 變成男哥 或者叫做兩黃一喉 變成另一件事 Livan,我早日看新聞,他說台灣不知什麼健康的委員會發出 他說大家在炒飯做過的時候 男生要小心一點 在做女上男下的動作的時候,不要那麼激動 如果不是咬斷了,就慘了 那個什麼節日話,那個叫什麼,七什麼節日話 七夕節那些,不知道 是,七夕節那些 他又說,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台灣有這樣的節日,是給那些情人那些 是啊,不是公開 公開 衣服那些 就是有這樣的節日去做這件事 也有很多時候 當作是一個結婚週年,相識紀念日 是啊 當他生日,但是就給他自日 簡單一點,你當聖誕夜室新夜 這樣想就明白了 OK,OK 現在我知道就是這個節日,就好像說那些 那些什麼時鐘酒店那些 當然是爆了 爆了,是個個是那個,就是好像 變相好像 有些沒有貨的那些就在山頂 不是,那些時鐘酒店 駕駛在那搖啊,旁邊有床樹都落葉啊 這個每年好像暑期的必定運動 即是運動 就是運動 就好像賣教科書那樣 平時都生意是平平的,但是那些時鐘酒店 就特別爆的 正常啊,節日前後很多人,很多醫院都很忙 但也不是的,如果有一些有心 即是說真的,不是一定要節日才做的 那些人都不會為了因為節日而過一天去預約酒店 多於藉口嘛 多於藉口 即是男人多於藉口,想約一條女兒 其實我們當這些節日其實好像父親至母親 我們一向都會孝順父母的 你們會教你們父母 那些特別都會排隊去喝茶的 不用特別 開房喝茶,他們就不是 其實形式上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感覺上是一樣的 不過我知道,剛才石先生就說 你說那些做愛的姿勢 是啊 不是很容易受傷 我知道他有三個排名 三個排名呢? 有排名的,排名最重的 第一位就是女上男下 因為他說那個打妝呢 就是打尾妝那些 打尾妝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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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那沒有人叫這女兒是 是又上不是又下的 那時候就是 抓你 你知道,一個女生 瘋起來 好像是摸頭一樣 對,一邊摸頭髮 輕側就是,那些女生 輕側就是摸著一百磅 重就是一百多磅 喂,一百多磅 一百多磅就摸過來 那也是啊 等於那些 等於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什麼呢? 好像那些吊雞那些 中間靠那些東西 其實是靠那個槓桿而已 那個槓桿位其實 好像是弱的 那個槓桿位 是啊 我知道 那三位 第一位說得最傷害的 是女上男下 第二位 我記得好像 好像都是女生在上面 不過那女生就反轉了來坐 就是 反轉了 那男生都是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但是那女生不是正面的 面對面 背著 背著這樣 我也不知道那招 要怎樣叫她 我不知道 倒轉打妝這樣叫 是啊 反正那招 那招傷 那招難度高 那個 那個真的 其實我覺得更危險 我想想 為什麼 當然危險 兩個都危險 是啊 正常的女上男下 是 那你坐在那裡 其實那女生 不辛苦 就是沒那麼辛苦 就是辛苦 就是在下面做 被人坐的那個連 就是那個男生而已 如果 剛才我講的一招 女生背著來講 他好像變得有點貌似 那種 那個姿勢在那裡 還有一個 這個之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大家要明白 我們的新器官 其實不是直的 就是女生也不是直的 不論男女也不是直的 就是他不是一支圓筆 筆直的 哈哈 就是他不是一個圓筆 就是一個筆套 打直的 他有一點弧度 很容易出事 哦 噢 是 其實那個動作也很危險 因為 一來 辛苦 原來也有一點是危險的 就是好像 你動不正的位置 你知道 你那個動作 辛苦了 做的多了 可能又要蹲又要勝 就是那個力量 力的分配不同了 那你那個 那你那個 你可不可以很準的把手指插在自己的鼻孔裡 哈哈 哈哈 我喜歡你這個比喻 哈哈 手指插在鼻孔裡 是吧 但是比我直一點 起碼都不會傷到去哪 或者是你手手腳腳舉在壓鈴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再拿著手指插在鼻孔裡 一樣的 就是你有其他的動作作用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一致性 配合每個動作的時候 是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排第一 是對的 不過可能女時候的姿勢 少人 多人用一點 多人用你第一個說的那個 是啊 多人用第一個 所以就容易發生意外 都是第一個 是啊 他就排第一了 第二個是偏難的 那個動作 可能幾下就 不要 就是 不享受 不是 如果是第二個那樣 可能轉個頭 那個男人覺得不舒服 禮手隔起來就狗仔了 是啊 第三位就是狗仔式了 其實他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狗仔在那裡 還有站在那裡 是啊 第三位就是我們所說的推車 這樣來講 向前推 其實我覺得那一刻傷 我覺得男我不知道會傷 但是我覺得女會傷一點 那一刻會傷 為什麼呢 我覺得那一刻那個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兩招 都是女生在樓上 嗯 男生做受力 嗯 就是你認為是男生大 那女生… 那邊會是吃力 不是 那個槓桿原理 是啊 倒轉了 對 那個主已經是反轉了 就是他好像跌高樓 被那男人用拳頭撞 你明白嗎 明白嗎 OK 是的 這個形容詞 跟他一隻手指插鼻孔都差不多 真的 是大與小 是啊 我就覺得那一刻是女生傷一點的 不過我知道他近來就有個新聞 就是因為 講一個男人 就是兩夫妻 他們在家做愛 的時候就 就玩女上男下 我想他們 就是他們早上起床玩 早上可能上班之前 咦? 弄個神魂Q 神祖Q 誰知 就太Q 太歪Q 剛好他那一刻大力 那個… 因為可能他們 神祖可能有力 猛烈的 不是有力 還有講時間上班 是的 那一刻那個女生 就是老婆 大力這樣打妝 有東西 撞了下去 哇 是不是突然覺得很痛啊 但是想起來都 我聽到 我就覺得很難 她是 很痛啊 我聽到覺得 不知道誰是痛的 我也覺得痛 那個海綿體 是那個海綿體 那些微笑管爆了 然後她 是啊 然後她是馬上 爆了 然後呢 你要知道 我們的小小的 生殖器官 是 是 她有個嘴 她的嘴馬上流血 即是好像吐血 哈哈 即是 人家瘋了她 不是瘋血 即是好像人家練 怎麼說呢 好像人家中了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內傷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你又想到什麼 小時候有沒有玩過螢光棚 啊 像 我想像到那個畫面 就是 是傳統那隻 要硬條 然後很大力拍那隻 是啊 我想她那個 原來是一樣 你知道嗎 簡直就是 石先生說的 就是 她打妝那一刻 是聽到 靈寫一聲 真的 就是 開螢光棚 那些軟骨呢 其實是不是好像 哪有軟骨的 海綿體 只是 不過這個 不奇怪 我的意思是 類似她那些 雞翼 雞翼那個關節 那個骨膠原沒有 對 那個骨膠原拍一聲 像咬咬那隻骨翼 對 但是我想澄清 就是想說 男生何B仔沒有骨 因為曾經有個 我不會解剖她 曾經有個 不是你這樣問的 曾經有個 就是以前 有一幫朋友 有個女生問 其實呢 男生那個 就是何B仔 那些骨可以伸縮 為什麼那些 是不是有骨在裡面 我說 有骨 就是有關節 有關節 不就經常甩膠 不就會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 很容易甩膠 怎麼會 一甩膠 或者有時候 譬如好像 剛才那位男士 受了內傷 我當她是一次受傷 之後沒事 到翻風下雨 就會風濕 風濕膠痛 風濕膠痛 有些骨 那些骨膠 我真的想起 如果你真的有骨的話 你可能 我不管 可能被一條褲 拉鏈卡住 這樣就傷了 是 那你不會經常敷藥 敷性 在這麼潮濕的地方 放些退意貼下去 貼住 那你一翻風下雨 就很嚴重 那你放心 這問題是 幸好就沒有骨 我想上天 設計這一個 的東西出來 其實 她有想過度過 OK 上帝她 都OK 因為如果有骨來講 其實做男人就會很辛苦 倒一會 是 不過說回那對夫妻 當時 你知道那個老公 她是沒有馬上去看醫生的 還繼續 她是痛的 其實她是痛的 她沒有繼續 她沒有繼續 但她們痛 不要了 上班了 她因為趕著上班 不想請假看醫生 然後之後她是 一直又飆血 又飆血 然後終於回家 歐血 還是滲血 即是有滲血 即是每個月越試 不是 簡直是內傷那些 即是你有沒有看到有時候 快死的那些 即是好像拍戲的那些 對 拍戲的那些 一路滴極都有 OK 即是就算不斷勸她 不要死就震撞一點 不行 我這月就這樣留 她是收不到 OK 然後她是忍到回家 然後 整天了 對 然後才去看醫生 幸好就沒事 幸好就 可能你敷一下藥 等等 那就沒事了 要敷藥有多嚴重的 你在那裡 你想想我 打酒也要說 其實 抖了 抖了一下 硬的起床 哈哈 除了你敷藥 我想到另外一件事 她要去 她會喝水 她會排出來 是 是 那是陰功 如果你要敷藥 在這麽潮濕的地方 你怎樣 怎樣處理 是啊 你不要說了 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是小時候 我小時候就有些 割包皮那些 小時候就已經有了 你有沒有 小時候我已經體悔 雖然我三幾歲 但我已經體悔到 那一刻的切褲子痛之餘 還要去小便那一刻 真的很辛苦 是啊 那我不知道 真的很辛苦 那些情況 即是 重要的是 我不可以穿一些 即是那時候小時候 就沒所謂 太緊的 三個褲 我要穿阿公的馬煙通 是啊 真的要穿阿公的馬煙通 因為不能被她撞到 是很死痛的 很sensitive 是超痛的 即是你想想 那裡本身是很sensitive 不是 那個位置是很嚴重 對男人來說很嚴重 你要知道那個地方是什麼 在我眼中 那個是一個 靈魂住的地方 即是靈魂的住所來的 即是靈魂的住所來的 即是你想想 如果 你看那些 那些靈魂的地方 都沒有什麼靈魂 哦 我明白了 即是 即是其實你的腦 不是浪在屁股上 是啊 OK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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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這裡 是啊 很多人都說 男人的腦 都是用那裡想法 其實 下體思想 是啊 某些情況我都會 認同的 下半身思想 等於 如果方偉今天是穿低胸的 你不其然 你都會看她 她的樣子 當然是看低五度 是不是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正常人的想法 那些血上腦 不是那些血上去想一下 是啊 你很不其然 你很不其然 平時看她 可能就是看她眼睛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頭不高 是會低一點的 是你很避免的 今天我問了 我們會盡量和 樓下的住所 剩一個水平的直線 雖然 雖然可能她會出口 叫你不要看她 但是你不知為什麼 你肯定第一個角度 就下了 再看上去 我們打斷了 又說回那對夫妻 還沒完嗎 她 最後她 還沒完結給她 其實 所有人 其實 這不是一個 很特別的事 原來在台灣 或者在很多地方 都經常有這些情況出現 醫生 其實如果大家都試過打妝 打雙妝的時候 其實都要記住 就是 你傷了48小時之內 她有這樣的建議 就好去看醫生 跟那邊 我喜歡